早 現在天剛亮 今天是捷蘭特的自行車文化探索館啟用 我要從台北過去參觀 也順便來一次台中一日遊 走 話不多說出發了趕火車去 走 這裡是我們現在來到台亞神自行車道 剛剛在外面繞了好久 因為自行車道入口那邊在公 整個圍起來 指標不明確 懷恕我自己沒注意到 一大早起來 頭腦溫溫的 繞了好久才繞到自行車道來 這次會走這邊是這樣子 當知道要去捷蘭特自行車文化探索館的時候 我本來是要搭高鐵 台中高鐵是在台中的南邊 離這個探索館又有一點距離 讓時間上其實有點遠 那我想到之前跟著工單位來到這個 台亞神自行車道另外一頭 我印象當中另外一頭那邊 跟這個捷蘭特的總部位置是很近的 另外呢 台亞神自行車道 我記得沒錯的話 它是這個舊車道改建 所以另外一頭應該會接到 中關線上面摩的車站 所以一查 果然就是在探索這段 所以今天一早就搭火車來到探索 從這邊出發 然後還有來提示這個 台亞神自行車道 走 那我們就出發囉 一千塊 20223 2022 剛剛離開自行車道 我們現在要往前面 前面的新的總部 自行車文化探索管局的前面 早上看完自行車文化探索板 以後有機會可以 我覺得可以專程從台北下來看 我的後面就是自行車文化探索管 那邊就是檢安車的新的運運總部 前面這邊就有U-Bike在 所以要過來這邊挺方便的 接下來呢 我打算騎U-Bike到東海大學 然後再到台中高去站 大家高就離開 OK 走了 剛剛騎了一半下大雨 然後先在這邊鎖雨 本來要去東海大學裡面逛逛的計畫 大家就跳過去了 那大概等雨停之後 再從這邊騎U-Bike到台中高鐵站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